花莲市公所11号的上午在左仓运动公园举办了市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继锤球比赛 而来自花东两线的好手组成队伍参加 一共有300多名选手是同场竞技 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到场 勤勉选手表现优异之外 也对传统射箭赛事的选手年龄层下降 肯定了文化传承的落实 选手们秉进凌晨拿起弓箭瞄准目标 在烧音响后进行射击 而另一头则由老大人组成球队 在一望无际的大草皮上进行锤球比赛 这是花莲市公所11号上午在左仓运动公园 所举办的市长杯原住民传统射箭继锤球比赛 这次共有来自花东两线超过300名的好手组成队伍同场竞技 而市长魏佳燕及多位名义代表也特别到场 为活动揭开序幕 那在这边也很谢谢前市长魏佳贤 在把左仓公园这边整理出来非常的漂亮 那也非常的空间也非常大 不管是停车或者是说我们运动竞赛 都非常的适合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市民说 那未来我们左仓这边会逐步的来做整理 那未来会逐步的来做建设 那在这边今天有很多的我们选手也提到说 未来能够办更多竞赛包括弹弓等等之类 那我们都会严毅来办理 其实这场地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建议 不论是县级跟中央 持续的能够挹注相关的经费 把这么好的一个园区 持续来做改善跟活化 让这个地方过去的闲置空间 或者是灵弊空间能够重新的活络起来 也让更多的人来这里享受更多的一个运动乐趣 左仓公园不但挥别以往的阴霾氛围 也翻转民众对左仓过去的刻板印象 透过与活动赛事的结合活化地方的发展 而市长卫嘉燕也感谢各界支持 让这项赛事成为许多选手指定参与的赛程 而今年的奖杯也特地邀请原住民公益老师陈子玄 以泰鲁阁足藤边碑楼为异象 让整个比赛不仅彰显传统 更可作为文化价值的珍藏 记者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